那他哭的比我多了 昨天 我肯定会开把王者荣耀啊 我有一次哭 然后 就那次我们不在这个家的时候 我有讲过嘛 我们在那边吵架 然后吵到他走 他跑 他就拿个行李箱 就直接5分钟把所有家里都收拾好 只有一个行李箱一个入住 一个离开 躲在楼道里面打王者 就等他给我打电话 最后他打电话的时候哭的样子 然后回家一看 他把咱俩打到嘴上 我给弄弯了 然后又累了我 因为都是我来这里 然后我那天哭了嘛 然后哭了他就给我一支录箱 然后就一直给我录 然后录到我笑了一支 这楼道真的是蛮闷闷的 在楼道打王者真的很累 我没有讲过这个事情 没砸 没砸 我砸过最狠的一个东西就是枕头 他直接把枕头从25楼摔下去 因为我不知道 因为我以为有那个玻璃 没想到就是那个命中率 比较高一点 然后直接从那个枕头从25楼掉下去 因为闹着玩 也是闹着玩嘛 吵架 吵架这也是吵架 就闹着玩的吵架 谢谢观众 一般都是我来打他嘛 谢谢观众 我有一次被他打狠狠 然后打到他 他有点心疼 然后就狂山刺激五个巴掌 有一次就是他有点不开心 然后因为我不陪他嘛 也不是说不陪他 那天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爱情 然后因为爱情嘛 然后就 加一点当然知道了 火 火就是把这个脸给砸坏了 我不敢 谁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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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人其实不疼 你知道吗 他打人就是 看着力很大 但是打到身上就还好 就是完全属于那种跟我 他就可能就很气 然后他又想发现 因为跟我吵架他觉得很无聊 他说过很多遍 他说跟我吵架就跟死人吵架没差 死人还可以穿 对 死人还可以穿 给点反应 我就属于那种 死人没有反应 那我比死人好一点嘛 嗯 谢谢观众 我比死人好的 你最好 你宝贝 谢谢鲜花 我老婆其实不行 他的脾气其实 比那种闷脾气好多了 就比如说那种闷的脾气 才叫讨厌的 最老婆当然好啊 如果你 谈了对象 你真心去谈的话 你肯定把你 最好的脾气给他 你不可能就 是把最坏的拔应该是 最坏的 你拔应该是 你拔应该是 嗯 但他这种性格我特别喜欢 这是我老公买给我的一个Zer汁啊 database 我中共 Imagine 要放一 걱정 我现在吃市场 你吃面呢 这是面咱咧 crews 受死了 所以 culminar zones 像个鬼 水光 水光呢 水光 那好香啊 因为就是 谢谢林家里